接下来是动眼看任劳单元 这是我们朱笔梅艳动人的动眼神经 大家好 范姐范姐 前阵才去总统府跟总统聊军售 没想到7月8号的时候 美国对台军售案就通过了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8号发布新闻稿宣布 美国国务院已经听准 卖给台湾108辆的M1A2艾布兰战车 以及相关设备 另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也公布另外一项军售 美国国务院批准出售台湾 250枚自尊防空飞弹 以及相关设备 也将成为台湾防空力气 这次军售是川普政府迄今 对台的第四次军售 显示美对台军售已经趋于正常化 台美双方持续巩固安全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维护台海民主自由 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 已经多次提及 军售是台美关系的很重要力环 更何况我们美国是台湾 防御性武器最重要的来源 没有错 而且这是蔡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 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首席议员麦考尔 就在跟蔡总统会面的时候表示说 接下来行政部门跟白宫 很快就会再向国会提出要求对台出售 66架F16的这个要求 那他跟这个参议员梅南德兹 恩格尔等等都很支持这项军购案 没有错 对台军售在美国国会中 其实算是共和跟民主两党 难得有共事的这个议题 那参众两院也都明显表示出 要保卫台湾的这个决心 这不是我见不得小英跟川柜人好 只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这个是真的不是川柜人一个人做得到的事情 恩真的真的 其实啊美国他其实有一直在强调 近来中国的军事不断的现代化 那他们希望是借由这样出售这些防御性的武器 来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 让台海区域更加稳定 来来来来 我来帮大家画个重点 这个防御性武器呢 顾名思义的重点呢 就是在防卫 不是在主动攻击这个别人 那所以说美国是非常名正言顺的 要增强台湾的自主防卫能力 另外呢区域稳定 大家也要用云光笔给他画一下哦 这五角大厦是有特别的强调啦 这一次的两起军售案 都不会改变两岸的军事平衡 其实以前就差很多 现在买的新的还是差很多 讲平衡只是说得比较好听而已啦 不过啊就算美国这样讲啊 而且他们还有台湾关系法这样子 说要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来维护区域和平 这个正当理由嘛 看起来公平公正公开 但是中国还是 气气气气气啊 这是他们的SOP嘛 这个面对于美国的这个对台军售案呢 中国一定要强烈谴责一下啊 不过这一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 除了骂美国这个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要求要撤回这个军售案之外呢 更是扬言要制裁这些卖武器 给台湾的美国企业哦 其实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哦 从2008年到现在的美国对台军售案啊 中国的标准做法其实就是跟美国说 啊我们要暂停军事往来啊 或是说我要制裁你这些美国企业等等呢 不过中断军事联系 其实最长的时间也大概才8个月而已哦 那制裁美国企业 其实也没有真的很明确的在执行耶 对毕竟在1989年的天安门世界过后呢 美国随即就宣布了对中国实行军事禁运 这个禁令是到现在都还没解除哦 没有错而且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梅南得资啊 他话说得更白耶 他认为啊北京决定制裁的那些企业啊 因为国防上面的这些限制 可能根本本来就不会卖这些东西给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哎呀这个手段用太多次啊 都被看破手脚了啊 不知阿民塔吉之一 所谓制裁很可能只是说说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儒博也表示 北京当局提制裁企业 其实就是没体认到 这是台美双方政府对政府的交易 其实也不见得是中国没有体认到 这是台湾政府跟美国政府之间 这个政府对政府的交易啦 而是他们根本不能够承认 这笔军售不是企业对企业的交易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说也是蛮有道理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 虽然美国对台军售拍板了 我们可以有先进的新武器可以保驾未果 但是呢两岸关系也的确因此变得更紧张了 强化台湾的国防 那守护台湾的民主 甚至我们希望能够对区域的和平稳定 做出贡献 那么这些都是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很努力做的事情 那也不需要我们的邻居老师这样说三道四吧 我看现在很多人又要说这个小鹰撿到枪了 不过说实在的台美关系好是一回事 你虽然有这个美国撑腰啊 可以过境你会吃贝果 还被不记得分我一点 但是这个两岸关系还是要自己面对的啦 川普卖完武器给你难道会有售后服务 帮你处理这些事吗 你想得美喔 更何况啊 现在中美关系自己也很紧张啊 美国在跟中国贸易战还进行当中 说不定这次啊 美国对台军手也是 他在跟中国斡旋这个筹码或是暗号耶 电影全面启动是一层又一层的梦 我们现实中遇到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利益纠葛啊 你对于美国对台军手有什么看法呢 两岸的关系跟军事平衡又应该怎么拿捏呢 非常欢迎你上网来跟我们讨论喔 我们马上回来